大步迈开步伐在欧运的紫色赛道上尽全力往前冲刺 21岁的田径选手张博雅2号下午出赛女子个人100公尺 她在预赛跑出11秒99以分组第三晋级 进入第一轮跑出11秒88名列分组第九 虽然本届欧运就此止步 但这也是她本季最大成绩 可能就是因为脚有点不舒服 到后面的话就是只有就是撑住然后跑完 所以其实结果还算满意啦 其实过程有做好这样是对我最好的结果 拼尽全力跑出最满意状态 其实张博雅强项是100公尺跨篮 但她在2020年台中全中紧 100公尺跨篮准决赛却摔倒昏迷送衣 教练当时将她占掉百米短跑 没想到百米越跑越好还因此登上奥运 100篮跟100公尺起跑是非常大不同 因为100篮是你跑8步就要跨篮 所以其实一跑出去重心就要起来 100是就是重心要压折 压就是把速度衔接到中段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在调整起跑是花了一段时间 这次跑百米吸取经验 下次也想在奥运频频看跨篮 当然是希望下一届能拼尽主项参加奥运 对 然后当然是透过这次的奥运参赛机会 来吸取好的经验 然后带到明年的世大运 后年的亚运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气质满分 张博雅不止跑得快 外形也很亮眼 这次来到梦想奥运舞台 竟距离看顶尖选手 观察热身比赛节奏 也希望自己能再进步更多 TVC的采访 法国巴黎采访报道